消防员拉水线急着灭火 整栋建筑烧到焦黑钢筋变形外露 乌克兰南部港市奥德萨遭俄军七枚飞弹空袭 同一天乌东少数几个还在乌克兰控制的城镇之一 克拉莫托斯克也被飞弹攻击 居民痛哭失声 民宅窜出大火 墙面已经被熏黑 地上随处可见飞弹碎片 俄军缓慢推进 极力完成第二阶段军事目标 拿下顿巴斯 但美国情报显示 俄国野心打算并吞更多乌国领土 俄罗斯的剧本从安插代理官员揭开序幕 包括赫尔松 扎波罗热 以及乌东所有地区 最快九月就会办入俄假公投 确立卢布韦官方货币 强迫乌国公领转集俄国等手段 强取乌克兰更多领土 白宫揭露俄国剧本向先发制人 这个礼拜也将宣布新一波原污计划 继续送上重型火炮 多亏美国援助的海马斯多管火箭 让乌军在前线获得军事优势 火球从天而降 乌军在南部战线有斩获 一次在辛卡科夫卡 击落一架俄军的苏凯35战机 担价高达台币15亿元 乌尔战争打到现在第147天 乌军靠西方援助要扭转局面 还有前俄罗斯士兵倒戈帮忙 在前线帮乌军打仗 深受重伤的卡普鲁诺夫 担心自己被抓后会被杀害或囚禁 因为他在乌克兰加入亚素营 还在乌军各大部队服役过 卡普鲁诺夫反对普京政权 更被俄国列入恐怖主义名单 双亲还因此被俄国当局查水表 但他不怕被当叛国贼 就要展现挺污决心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